請求的視頻夥伴 下午早 我叫楊敬 來自台灣 目前的級別是黃寶石營銷商 黃寶石總裁 那今天的視頻由我來為各位服務 那我們在進入主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夠取得成功 然而很多人經過努力以後依然沒有成功 眾所周知 不是所有的人經過奮鬥都能夠如願以償 那是為什麼呢 不是他們不夠努力 也不是他們不夠勤奮 而是沒有找到成功的系統方法 根據無數成功人士的精力印證 成功等於平台加系統 當你把握了一個好的平台 在擁有一套優秀系統的時候 你成功的機率就比其他人要高很多倍 在今天這個商業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 各行各業 此起彼伏 爭相度焰 有的曾經風靡群球 然而在互聯網時代到來的今天 這些企業變得不堪業績 有的甚至一夜之間瀕臨破產 而取代它的新型互聯網企業 甚至還沒有任何知名度 就已經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美商集司環球公司 就是這些新興企業中的超級幸運者 是一個典型互聯網時代的趨勢性 優秀商業模式平台 2009年9月成立至今 憑藉全球領先 抗衰老生物科技產品 三年時間 業績越居 全球網絡市場第78位 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互聯網企業 是什麼造就了傑斯企業的輝煌成功呢 其切要歸功於傑斯公司 背後一個偉大而又成功的市場運營系統 US全球創富系統 該系統於2009年由著名的美籍華人Kimi會一手打造 歷經四年 帶領著他的商業團隊 践行的這個系統創造的奇蹟 四年 成就了無數個美元百萬富翁 同時圓了世界各地無數朋友心中的夢想 也幫助到地球上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今天 我們有機會一起擁有和共同參與到這個龐大的群球系統 讓我們抓住機遇 重新規劃我們的事業藍圖 實現我們自己人生的偉大夢想 的經驗 會不會再次會? 我們自己在於大陸中的工作 我們要找到公司的工作 今天是水果が使用的 有場地上有一個分析的工作 从事一个药品的工作 本身是一个药师 然后我就在思考 我这个工作还算是稳定 可是时间非常的冷长 每天早上要从八点开始工作 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 我就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有点改变 我未来一个生活的模式 虽然我这个行业的收入还蛮稳定的 可是因为是这个农场 所以自己的生涯多化 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 那一次的一年机会 从朋友的口中知道了 一个随时的平台 我在评估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我认真思考三个月以后 我就将我的药籍卖掉了 那目前是在台湾从事 前世的解释人 那我到底我当时是看到 他是什么样的未来 是什么样的商机 我今天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想掌握他自己的未来 也包括我自己 那今天呢 这个商机 这个生意平台 确实可以让你自己来 来操控 来掌握你的未来 我们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创业 也包括我自己 也非常喜欢创业 喜欢当老板 尤其是我们华人 中国人 非常喜欢当老板 不为基手 也不为牛后 男帮朋友呢 也都是这样的 存了一点钱 喜欢自己做生意 做老板 等到精神 财力 投入了以后 才发现到说 这个生意还不是这么容易做 这个时候呢 你想要抽身 也抽不来了 所有的资金 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以往的人在创业 通通都是摸索 凭着一点的经验 摸索当老板 那成品的人呢 就是以其自己摸索当老板 成功的几率就这么低 要不然我去加盟 外面人家已经有成功的系统 成功的模式 那相对的 我们如果要从事外面 已经成功的模式 那相当于 你自己也要投资 一笔的资金 可能有的行业 需要你的一个加工金 每个月的一些的资金 那有些人 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就无从来参与 所以 以其自己当老板 你不如选择 有没有一个机会 能够改变你的医生 那我们知道 成功的创业有两个 第一要的关键 一个是实际的平台 一个是完善的系统 那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实际的平台 实际的平台 就是当今现在 我们每一个在追求 往同一个方向 去看起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 好几年前 有蛮流行的 一些的行业 未必在五年实际后 这个行业会一直在存在 那第二个完善的系统 如果说 要想创业 你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完善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能够减少你失败的营 能够减少你遇到瓶颈 能够带你 迈向成功的一个 一个系统 那是不是 我们当今 最佳时机的一个平台 Jones 美商爵士公司 那我当时也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难得 一个时间机会 认识到爵士 发现到说 那爵士实在是太棒了 那市场需求的趋势呢 我不知道 现在目前时下 市场的趋势 就是我们讲 所谓的抗衰老 一个生物科技产品 以目前来讲 人类的基因解决以后呢 人类的生命 不断地在延长 可是呢 我们真的是能够达到 身体的健康 还是所谓的 身体的亚健康 那有很多人 虽然生活的还不错 可是呢 身体呢 也有很多的问题 文明币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 最终财富上跟 经济上的自由 每一个都希望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财富 能够做一个往后的 非常好的一个生涯规划 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喜欢 能够达到一个经济上 能够达到一个机会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 爵士公司之前呢 先介绍我们公司的CEO 我们跟这一队 和来的可信的一个夫妇呢 就是我们的Vicky跟Vicky 其实他们已经退休了 一段时间了 一次的因缘机会呢 发生到说 他想要帮助全球 非常多的人 想要在这个平台上创业 那他以往的经验 是在全球的一个通通系统 里面已经超过了 二十多年的经验 那也是一个一年机会呢 发生到我们未来一个生物科技 就是干细胞经济的这个 这个产物呢 是在2009年成立的机器公司 那在短短的三年到四年时间呢 由他们夫妻两个 写了一套创新的 交通式网购一个平台 目前也连接到一百多个国家 那这个平台 也是我们当今可以帮助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能够在现今的网路的时代 能够让非常多的人 可以建议化的平台 达到自己一个目标 一个梦想 那杰斯的市场优势 我们知道 杰斯所走的一个区块 他是走引先的生物科技 那目前呢 引先的生物科技 这个区块 也是当今所有的一些科学家 以及所有的国家 一直在研发 已经在追求的 第二个 就是杰斯有的难 非常难得的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通路平台 你目前现今的 所有的一个系统 以及科技 能有一家公司 像杰斯这么快速的 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 能够串联到全球 一百多个国家 这就是他的一个优势 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通路平台 那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有我们所要销售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当时呢 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的平台是全球速度最快的 而且呢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呢 能够连接到全球的每一个地方 那我们当时 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平台的产品 我们到底在走哪一个区块 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就想说 目前在外面 所有平台所销售的产品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加入产品 或是一般性的营养食品 或是一般性的清洁加入产品 那我们老板就想说 现在人类的寿命 一直在延长 一直在延长 那身体呢 非常非常的好 很多都非常不健康 所以我们就走了两个区块 一个是体内环保 细胞优化的一个区块 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的人 非常重视这个美丽 一个外表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区块 就是外在抗筛吧 由里到外 由外到底的 这种高生物科学的产品 那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们的曼博舍 也是我们结识的手续科学家 那他也是现在全球的 最继情威的一个 所谓的人类干细胞的一个研发 那他就是跟结识合作 负责我们外在 外在 就是抗衰老的 一些系列的产品 那他目前也是 这条名门路的一个 非常杰出的一个企业家 另外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合作 一个分析家 叫江阿宝博士 那他非常非常的 就是厉害 就是说 他也是美国现今 唯一拿到 冰商执照的 抗衰老执照的一个 有的人 那他也是美国抗衰老医学 用的一个创办人 他所研发出来的一些的 系列的产品非常多 都是跟细胞抗老化 有关系的 那更难免可贵是说 他在今年2014年 也被美国政府来推崇 来进行 讲出2014年的 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所以他的研究的 研究的成果呢 也受到前群医学界的肯定 也帮助现今 我们人类老化流色问题 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贡献 那目前也在美国语谈 语谈医学过 那由他来负责我们 体内细胞优化 系列的研发的科学家 好 那杰氏是一个细胞优化系统 它所从事的是 这样建构我们身体 最小单位的细胞 它是从细胞最小单位里面 让我们的细胞 能够产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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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促进我们能量的平衡 那我们系列产品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 我们有外在 外在的所谓的 蛋细胞技术的系列 抗塞老的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也是 由我前面所介绍的 命脉胞博士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系列产品 它能够 套许我们几乎的博信 能够启动 组织新生理修 的作用 那我们这个产品之前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见证者 这一面一个照片 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是富国青春金华路的一个见证照片 我们来看这两个背照图的一个照片 因为我们看到左边这边的 就是在使用 我们牛浪博士所研发的 全球唯一的 生长系列的一个 那个抗塞老的保安品 左边是还没有使用的 那使用19天以后 我们来看看它的下延远的地方 有明显的改善 紧实提拉 19天而已 那左边呢 我们看到下延远的地方呢 松弛 皮肤非常的松弛 所以这个产品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 人类脂肪干细胞提炼出来的生长因子 外面有很多的朋友讲说 那干细胞的产品不是外面很多的吗 其实外面我们所认知到的 所有干细胞系列的产品 往往都是采用动物性的 从动物里面的 器官里面所提出了 提炼出来的一个生长因子 跟我们人的脂肪 提炼出来的生长因子 那功效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 下一张 那我们看呢 我们这一张的那个图片 左边是我们用叶子纤维镜 来做一个皮肤基底层的照射 左边我写胶原蛋白的这个画面呢 是插入我们这个生长因子 以后呢 自体的细胞基底层 制造出胶原蛋白的弹力纤维 所以颜色呢 有点呈现 有点像我们的皮肤黄色的 那右边是还没有使用的 有没有看到整个照片都是一片红红 这就是联系大的人 皮肤基底层 已经不再制造胶原蛋白的弹力纤维了 这所看到的一整片红红的都是维系血管 那右边这个是一个 秘密的一个终销账伙伴 我们看到他的脸庞 左右的脸庞 有大脚不一 从我们这边看过去 左边的脸庞呢 我们看到有往上提拉 紧实 面积也缩小 法律也变小了很多 因为他当时就想说 我来试试看看这个产品的功效 我自己愿意当插个半边点的一个 一个使用者 所以他插上了十个礼拜以后呢 发生到脸庞 真的不一样 所以杰适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棒 只要你用过三到六个月 杰选配上你的外表 皮肤年轻二十岁到三十岁 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 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回春呢 几乎是已经没有这个产品了 所以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上面这两个的严峻图 我们来看 上面是自然老化 从二十岁到七十岁 逐渐逐渐老化的一个图片 那下面是严谈老化的 从二十岁到七十岁呢 老化的速度上下来 上下来做一个对照 真的差很多 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最后一张的图片呢 往往跟自然老化的五十岁是差不多 所以结束的产品 真的真的被修复我们的DNA 严谎我们的老化 那接下来呢 我要谈的这个商品呢 也是在我们平台上的其中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配情精华 这个配情精华呢 也是目前呢 也是由七种水果所弥历的 这七种水果都是非常高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 那这七种水果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每天保养一包 身体呢 会非常非常的大 精神会非常的好 而且细胞修复 体内组织的修复 都非常健康 那其中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针对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叫做白米如醇 那这个白米如醇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白米如醇是现今的医学界 以及科学家一直在追求的 一个东西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呢 我们在全球呢 有上半篇这个白米如醇的 一些的所谓的实验的一些的文件 那这个白米如醇呢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我记得在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科学家 写了一本书叫做法国命令 在当时呢 这个科学家就讲说奇怪了 法国这个民族啊 为什么跟 跟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民族 为什么在心血管极度方面呢 比他周遭的国家来的低呢 因为他发现他说奇怪 我们来看法国这个国家 跟意大利这个国家 吃的也不是非常的清淡 他吃什么 他吃的一些乳酪 起司 牛肝酱 牛排 但是这类的国家比 就是在西方国家呢 在犯心血管极度呢 比他周遭的欧美国家来的低 后来这个科学家发现到说 原来红卷就是答案 那因为红卷就是葡萄酱了 那葡萄的表皮 那个粉粉白白的物质啊 这个白米如醇 那白米如醇是一个成分的名字 也是商品 所以在你们的印象中 有没有看见葡萄咬下去 你们也会长虫的 没有吧 因为葡萄皮表面那个粉粉白白的物质 它是多分的一个物质啊 它是保护果皮的啊 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物质 所以呢 当时呢 这个科学家就发现了说 我研发很久里面 还有这个非常深刻的白米如醇 所以目前所有营养界 所研发出来的产品呢 白米如醇效果 真的有达到那个医疗体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呢 我们在平常做保养呢 也对我们身体 也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呢 非常非常的幸运 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一个产品 那么多的科学家所研发的 非常高生物科技的一个产品 在这边我又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叫苹果胶 那这个苹果我常常会讲 我这影响人们有四颗苹果 一个是亚当夏娃的那颗苹果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 这是已经好多刺激的 第二个 就是有一个科学家 在以前呢 还没有怕出门的时候 没事就睡在一个树下 就被一个苹果打倒了 他当时检析这个苹果就讲究奇怪 为什么这个苹果不会往天上飞 不会往地下掉 相信你们已经 已经可以讲出这个人是谁 这是宁顿 发现了必须宁顿的苹果 这是第二个苹果 那第三个苹果 就是我们手上一个四方体的一个小工具 通信工具 就是贾博斯 贾博斯这个人在这世纪会领语 因为他改变我们的人类的生活习惯 所有的结束活法 记住 第四颗苹果 就是结束了这个博配论 这个博配论 这个博配论 是经过科学家 前行收行 在拨来一个小镇的一个青苹果 它的果胶含量是最高的 欺负能力是最强的 所以这个苹果胶是当今科学家 以及诺贝尔加实的 而且是全球唯一的 能够排除我们身上的重金属和辐射的 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 你当今世界上有那什么样的营养品 药和食品 能够排除我们身上的重金属和辐射 想清楚 我讲的是重金属和辐射 不是我还跟我讲 你不要跟我讲 红豆 利豆 利瓜 你有看到排的底部一样 我讲的是重金属 那目前使用的国家 最多最多的就是日本 为什么 因为日本三年前的辅导事件 已经让他们的国民身体受到很大一个伤害 那经过我们这个博贝尔的 诺贝尔科学家呢 引进到日本呢 所以现在呢 日本使用的量是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现今呢 我们华本地区呢 也是销售量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 还有非常非常多一些 我们非常多的一些高科技的 一些的产品呢 那很多伙伴也都在使用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成功的第一个 第一个关键 我们接触结识的第一个关键 那什么是成功的第二个关键 我当时我进来 经营结识的时候 我当时是被他的平台吸引住了 我想说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而且呢 进来的门槛会这么容易进来 就可以让我因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生意平台 我当时想的 哇 这真是太棒了 几乎是一个零投资的一个生意 我会在这边呢 从台湾地区 我会发展到全球的市场 这是以往 你没有说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企业 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当时呢 我非常认真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以后 我就在 占近三年前 我就潜意以赴了 来从事这个行业 那我们有一个大能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由我们的华人 华人 三港华人在QQ 他所建过的系统 他自己在本身呢 QQ在本身是 就是 那时候在美国 他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互联网的电子 这些商务的一些的经验 而且在这一关里 有20多年的经验 所以他当时的 加入歧视以后呢 也发生到说 这个平台非常大 他要将他以往的经验呢 来开创 来开放我们一个系统 那我们这个 一位是创作系统 就是由QQ 他来打造的 他将他20多年的经验 全部融入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他目前也是我们的 其实呢 在这个平台上 是最成功的一个女性 最成功的女性 他也来过台湾写的一本书 叫做 让孟党飞上 在短短的第一版 就全部销售以后 那我们这个 一位是创作系统 是我们从事这个 结识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最大的大行业 那这一套系统 给我们非常 给我们非常正面的能量 而且有非常 里面有很多前辈的 一些的知识 而且有非常能够 善用的一个工具 而且他这个系统 目前在我们 所有的全球华人地区呢 都非常非常使用的 非常大 那我们知道 前行未有的一个完美组合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化时代的一个生物科技 以现在来讲 从文学时代 到工业时代 到电子时代 以及到网络时代 每一个时代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代表 以现在 以电时代 这个化时代的一个 来讲呢 是走向生物科技的 这个时代 生物科技的产品 第二个 这个企业要成功 必须要有革命性的一个趋势 我们讲过 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 互联网时代 那我们来讲 以往是电子时代呢 好是 一般是科技 电子产品 那网络时代呢 就必须要有 这个生物科技的一个产品 第三个 就是说 这个系统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成功的模式 而且是一个完善的一个创务系统 那今天在军事呢 这三个系统 这三个趋势 这三个组合 创务都在里面 那我们要 启动这个成熟的财户 的一个成功钥匙呢 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如果你跟我一样 了解到 捷失这个平台 非常棒的时候呢 第一个 你就要快速的 加盟我们的平台 成为我们的加盟商 成为我们的一个加盟店的网站 第二个步骤呢 因为我们的平台 都是高生物科技的产品 里面所有的所有的商品 都是最尖当科学家所研发出来的 我们自己是一个网站的 一个站住 我们本身经营这个平台呢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产品 要非常熟悉 那本身自己 也要做一个产品的代言人 所以呢 我们公司希望我们每一位 管站的站主 最少要买一个最佳的套装 使用我们的产品 体验我们的产品 这是启动我们成功钥匙的 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加盟网队 如果说今天每一个 伙伴觉得说 这个平台非常棒 而且能够在我们开创 全世界的一个商业平台 市场 你交往我们这个网站以后呢 公司会帮你设计一个 专属的一个网页平台 那这个平台里面的内容 有多种的语言的个人网页 因为要记住 我们的生意 不是指做你当地的国家 我们的平台是在全球 是在全球的网页上在创严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多种的语言个人的网页 因为会有不同的国家 会进入你的平台 来看看你的网站 第二个 我们会帮你设计一个 独立的网络办公室 你随时可以进入你的网络平台里面 设计你现在的业务 现在的市场发展 以及你所有所有的展进代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力的平台 第三个 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解析公司会帮你开的 美国独立的一个资金账户 在我们这个平台所发展出去的生意 你的收入完全都是以美金计价 你所有的收入来源 全部都会会到你的网站 后台的一个电子钱包银行 电子钱包银行 就是我们讲的美国独立资金账户 最后一个 在我们平台 你会拥有一个全球的网络购物车 这个全球的网络公司 也就是我们形成的 互联网的最大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你想想看 有这么大的平台 这才叫做电子商务 所以我们真正的是全球第一名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如果说你自己想要建构我现在上市所讲的这些平台工具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 那这个是不可计数的 所以在这个平台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用的网页名称 自己来申请 加盟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加盟网店 第二步 选择一个最佳的套装产品 我们讲过 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就是网站的站住 今天你的网站 里面所卖的所有的产品 我们必须要熟悉 就好像你今天你自己开设一个传统的一个商店 你也必须要对你商店里面的产品 也要聊聊指掌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服务你的客户 所以我们第二步选择一个最佳套装的产品 公司让我们每一个网站的站住 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我们的套装产品 比如说你觉得说 我对其实呢 还不太有 还不是很清楚 那产品我还不太了解 你可以申请用消费者的 用消费者的心态想法 来买一套消费者使用一个体验套装 这个体验套装产品呢 里面的数量可以让你各个使用三个月的时间 你在三个月的时间呢 你体验这个产品呢 产品呢 会给你答案的 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如果说你跟我是一样 我是从经营者的角度 来开始这个结实这个生意呢 我是用经营的角度 我就是用商务套装 商务套装跟体验套装 差别只是在产品的数量 也不太一样 那商务套装呢 使用的产品数量 可以让我们个人使用三到六个月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的产品 来当做一个吃饭的产品使用 或者呢 可以借给你的好朋友 或是借给你 被解释还不太有信心的 可以借他们先使用 所以他的数量会比较多 所以这两个 你只要选择其中一个套装产品之内 你就可以从事 结实这个生意平台 那我们知道 格力系的一个商机 收入来源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会从事结实这个平台 最主要也是被他的商机所吸引住 我来了解以后呢 我就切切的就认真的去想说 我到底我的收入来源是从哪方面来源的 我总共有多少的收入 我可以在多久时间可以累积我的财富 我可以用多久时间可以帮助 这个可以帮助跟我一起进来的一个朋友 这我了解解释呢 这个全球性的一个商机平台 他的多数收入来源总共有五种 第一个是消费的收入 第二个是推广收入 第三个是市场收入 第三个是管理的收入 还有一个分红收入 那以下我会慢慢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的收入来源 你自己可以取决于 你到底要哪方面的一个收入 我们先拿一个消费收入 消费收入就是所谓我们一般 帮助传统生命的零售的利润 今天呢 你也可以引导你的朋友呢 上你的网站呢 去买他使用的产品 他肯定是我们结束的会员 但是呢 他可以上你的平台 进入浏览我们的产品 然后呢 从你的网站上呢 消费产品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公司会给你的消费的一个零售利润 零售利润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肯定消费的收入 但是这个收入呢 可以让你讲 可以赚到一些的钱 可以让你 有一点点的过力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第二个是推广收入 我们每一个人加入这个平台 我们都必须要有人来推广这个平台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系统 才能够变成他所谓的一个加盟店 那这个推广的这个收入就是说 你自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站主 你拥有个人一个网页平台 你觉得这个平台不错 可以帮助很多你的朋友 在这个生意上呢 可以让他们方转人生 可以让他们财物呢 有个自由 可以缩短他们的成功的时间呢 你觉得这个平台不错 你会推广你所认识的 不认识的亲朋好友都可以 你在推广这个平台当中呢 你可以分享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生意平台 只要投资小小的金额 我们就有全球的 全球70亿人口的市场 所以你在推广这个平台 你的朋友认识说 这个平台他喜欢 他也想跟你一起来从事这个生意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平台推广给他 他可以加盟你的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 公司有建议说 你有在做不错的一个推广动作 只要你的朋友加盟进来 他所做的加盟行动 加盟的动作 通通都是跟你加盟进来 就是一样的 那公司会给你一笔推广收入 那这一个推广收入 大概有25块美金 25块美金到500块美金不等 他会因你这个朋友 加盟进来 所购买的低于的套装产品 低于套装产品的费用 他总购买多少钱 有不一样的收入 有25块 最高可以到500块 那这个收入 也是属于一次性的收入 就是说 你可以推广一个朋友加盟进来 就有一笔收入 推广两个就有两笔收入 那你要是每一个月 能够推广两个到三个加盟进来 那这笔收入也是蛮有宽宽的 蛮有宽宽的 以来讲如果说500块美金的话 如果在我们台湾来讲 以台币来讲的话 就是一万五千块钱 非常不错的 这低比跟第二笔 都是属于一次性的收入 另外呢 接下来这个第三笔 这个市场的收入 这个收入就非常非常迷人了 这个市场的收入就是说 我自己加盟进来 我自己有一个网站的 我自己有一个平台的 那我要领起这个第三个奖金 叫市场的收入呢 我必须要在我的平台上面呢 要介绍两个加盟店 两个加盟商 两个平台进来就对了 就是呢 我必须要推广两个平台出去 也许是你的亲友 也许是你的同事 也许是你认识的 不认识的 只要你能介绍两个网站出去 再从这个两个网站里面呢 延伸拓展出去 可能呢 我今天假如说 我今天是在台湾 我发展了两个网站进来 那这两个网站 可能是从台湾先发展的 它会逐步逐步的延伸出去 可能呢 有一天我这个网站 可以连接到别的地区 甚至连接到别的国家 会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去创业 因为我们市场的收入 是你网站 一个网站 创业一个网站 一个网站 再创业一个网站 所以它会无限的创业 无限创业的时候呢 那圆军你会想到说 哇我现在的网站 从两个开始 可能现在会创业到几个国家 几十个国家 这些网站 这些网站所创业下去呢 一样 在它的平台上 也会产生到业绩 也会产生到产品的销售 也会产生到他们所去推广的 一些的 一些的收入呢 这些的业绩收入呢 都会回算到你自己本身的网站上去 所以这个叫市场收入 那这市场收入是起结于 你当地的国家 一直到你不认识的地区 不认识的国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这个网站呢 有得串理到多少个网站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以我们现在离来 因为我们现在前球来讲 前球现在比较有知名的 联手加盟网 网站 可能在每一个国家都有 叫7-11 那7-11的起立下 因为在我们台湾收入呢 是由一个企业療伸进来的 那当时这个企业 也是从一个职营業开始发展 那它目前 将在台湾目擠的 收入呢 有介绍5-6千家 5-6千家的收入一共 那这五-6千家的每天 所产生的业绩业额 都回算到那個企业公司 就是那个企业老闆的身上 就是这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看 今天你家里完成 從你個人先加盟進來 有一天從兩個網店去發展出去的 每一個網店連結的都跟你有關係 所以我常常會講說 我今天如果說我個人真的去推廣這個網店 從我兩個網店開始發展 有一天你也可以跟你們國家 你當地的社會一六分的老闆一樣 看你串人幾家 社會一六分你就有幾家網店 那你想看這個收入是非常可觀的 而且這個收入也叫做持續性的收入 就是一旦這個網店推廣出去 他每分每秒所產生的業績展 跟你的總變 你自己是總變都有關係 那接下來這個是第四個收入叫管理收入 管理收入就是說 你所延伸出去的每一個網店 每一個網店他有另外一筆的收入 真筆的收入跟前面我所講 市場的收入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網店的收入呢 是我們公司另外所設計出來的 這個網店的收入是不限制 你可以領多少錢 它是沒有限制的 什麼沒有限制的說 它是依你的能力 你所開發出來的網店 它所延伸出去的 每一家網店的收入 公司會起結於它的每一個網店收入的百分比 會算到你的你自己的網店的身上 前面這個市場收入 我們是用積分來代表的 從兩個網店開始發展 它是用點數積分來套算獎金的 那管理獎金管理收入是由你推廣出去的網店 你自己推廣出去的網店 自己直推的網店 我們就叫做直音店 你的直音店的收入呢 它每個禮拜的收入 獎金的收入 公司會提播 20%給你 20%給你 比如說 你是從兩個直音店發展 慢慢發展慢慢發展出去 假如說你有10家直音店 這10家直音店 都有在經營 而且這10家直音店 每一個禮拜 他們的收入是1萬塊錢 不管是美金 台幣 或是港幣 或是人民幣 他們每一個禮拜的1萬塊錢 公司會提過他1萬塊的20% 來回饋給你 這就是管理收入 然後你的直音店 再往下延伸的 就是你的二級直音店 二級店面 就是你直音店發展速度的二級店面 還有15% 還有15% 那這個獎金呢 你可以 往下直推到你的七級的網店 第七級的網店 每一個網店 它都有不一樣的百分比的獎金 會回饋你身上 那這筆獎金我剛剛講過 它是沒有限制 你有能力 有能力 或是沒有能力 能夠限制你領多少錢的 它這個是沒有最高上限的 目前我們這個平台 收入最高的 有100多萬美金 有將近150萬美金 就是我們 我剛剛講的 我們系統的創辦人 他這麼高的收入 他這麼高的收入 都是在這個 第四個光米收入這邊的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的人脈 非常的充沛 你的人脈很多 你可以在管理收入這邊 做一個最高的挑戰 你介紹越多的食品 你介紹越多的人加盟 你再這個獎金加盟 如何限量 如何限量 好 那市場收入來講呢 就是最高最高呢 每一個禮拜 可以領到26250塊美金 兩萬人 他得在那10萬美金左右 他是最高最高的 好 最後一筆的收入叫做分紅收入 那分紅收入更不得了 只要你達到 我們所謂的一個級別 每一個網站 他在經營的過程中 會依他的收入 來 就是依他的收入 來分別有一個名稱 有一個名稱跟級別 只要你達到我們公司的 一個最高收入 所謂鑽石級的收入 鑽石級的收入 那你就是變成我們公司的股東 公司會幫他全球的 市場的營業額上 以三個月 計分紅 來分給這些 所有上到鑽石的一些的 網店的一個店主 網店的一個贊主 所以其實在獎金收入來源 是非常非常大 這個是也是我目前 我看到所有當今市場上 這組織行銷 網路行銷 的系統裡面 以當中獎金 每頁獎金 最高最高提搏的 就是這些公司 為什麼有辦法提搏這麼高 記住 因為我們的市場 不是在你們自己的國家 也不是你當地地區的 一個收入 我們是全球一樁網 我們的收入來源是來自 全世界的市場 你想想看 全世界的市場有多大 甚至我才能跟夥伴講 我們現在金融結石 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們結石公司的衰退期 因為全球的市場 是遠遠不斷的 你要看到 我們這個結石市場 在全球全球的市場 已經達到保護期 可能你這個事業 你還傳承三代以後 你要傳承三代以後 他們可能才會發生到說 哇 現在全球已經有好多好多結石的加盟店 加盟商的 所以結石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一個平台 不得了的一個企業 所以這個生意是一個千斬難逢的一個事業 我在台灣之間也將近三年了 在台灣目前我們在業界裡面 算是成長速度是最快的 那我也抱歉到 不只在台灣是能夠成長速度最快的 甚至在任何一個國家 只要有結石公司 落地分公司的國家 都是成長都是移民的 這真是前載難逢的機會 更何況我們的市場 是來自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的市場只有單一市場 就是全球的一個平台 全球的市場 那非常高興 今天是由我來楊敬 第二次來上視頻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希望每個人 能夠在結石 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在台灣的口號就是說 你千萬不要下車 一旦上了結石的這一台列車 千萬不要輕易的下車 因為我們這個成功的列車 一定會辦到成功的目